1 2 3 1 2 3 大家好我是Fail 我們這場歡迎來介紹一下 CNSF一個很知名的收入專案叫Longhall 那這個Longhall它是一個SUSA的 這個一個OpenSource的Project 那剛好台灣其實SUSA在台灣有R&D Center 那他們現在其實就非常 是專門在針對這個專案在做Contribution 那如果說你對CNSF的Project有興趣還有一些跟 想要了解一下Longhall怎麼用透過SBDK去解決 這個Latency跟SWOPE相關的問題的話 歡迎可以來多多參加 好這個就讓我們歡迎Derek 稍等我一下 好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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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喔 那有好 有了 OK 有了 不好意思拖到一下時間 然後我叫Derek 然後中文是蘇清偉 那我來自於SUSA 那主要開發的項目是SUSA 現在主要開發的這個Longhall的Storage 那目前Storage的話 它是針對Kubernetes設計的 那我們的競爭的對手 對手或是說類似的產品 大概就是OpenEBS MASTO的OpenEBS 或者是Provos 大概就是這兩類為主 然後跟我們的Longhall 那Longhall的話 首先我來介紹一下什麼是Longhall 那第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是一個 針對Kubernetes設計的一個儲存 那在Kubernetes裡面 網路安全性跟儲存 這三個都很重要 那儲存的話 相對就是比較小眾一點 那能夠選擇不多 所以這個產品的話 就是針對這個儲存的問題來解 那另外的話 這個Project目前的話 是在CNCF下面的一個incubating的Project 那就希望大家有機會 能夠多多來參與 對 那 呃 整個設計的話 基本上就是朝向一個非常簡單 然後輕量 然後 遇到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容易解決的方向來實作 那也不會像 像Safe這麼複雜的龐大架構 如果裝過Safe的話 應該覺得Safe裝起來 裝的過程中是非常痛苦的 對 那在Longhall的話 它其實安裝非常簡單 基本上你就可以靠這兩行 就是第一個就是 安裝 就Deploy 然後第二個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Create你的Pod 然後 加上你的PVC這樣 那PVC如果有的話 你就 可以去 Longhall就會幫你產生相對應的Valent 那 在很多 Long Kubernetes上的儲存的話 其實有很多 呃 備份的需求嘛 所以你需要裝一些 對應的備份的 呃工具 但是在Longhall的話 這些都已經幫你做好了 然後你也可以Pythonation 所以基本上它是 一個產品裡面大概能夠 企業要用的功能大概都有了 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的做法的話就是 呃 針對這個Kubernetes的一些 呃 Native的Pattern來做 意思就是說 在Kubernetes裡面 我們希望透過的是 對CR的操作 去更改它的Spec 然後 再反映到Status 所以 這個是最簡單的 可是有很多 呃 產品它其實是透過 API來操作 那其實就已經有點 違反Kubernetes的 一些設計的原則 但是Longhall的話 我們盡量是符合這樣的原則來做 所以在使用上也會非常的簡單 好 那再來的話 呃 有哪些Feature呢 呃 如果你裝好的時候 就可以通過它的UI去 SSLonghall 它的UI UI的話蠻簡單的 就是它有一個Dashboard 那上面就跟你講說 你的節點上面有哪些儲存 那 呃 有儲存的空間 然後有哪些Valent 然後有哪些節點 那或者是有哪些 呃 Recurrent Job Recurrent Job就是說 你可以定時的對它拍 備份 或是定時的對它做 呃 射內修之類的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那基本上在這個UI的話 其實大部分可以 呃 對Longhall操作 那 功能有哪些呢 呃 大概你會想到的這個 呃 對Valent的操作都有 比如說對它做射內修 對它做備份 對它做restore 或者是對它做trim 就比如說你今天一直對它寫資料 那你刪掉資料的話 其實在有很多儲存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 把這些東西回收 因為它沒有支援trim 那如果 呃 在Longhall上面的話 你對它寫很多資料 然後把檔案砍掉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trim的操作 把這些 底下的 的資料把它回收回來 讓空間清出來 對 那這個在 呃空間的節省 跟運用上就非常重要 那另外的話 我們也有支援加密 那比較重要的 第1 2 3 4 5 第4點那裡 第5點 呃有一個這個 非破壞式的這個升級 意思是說 今天你Longhall要升級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升上去 但是我們的Valent 是不會被停掉的 就它不會把Valent停掉 那如果你要把Valent也升級 你也可以升級 那這時候的話 那這時候的話 Valent可以無痛的升級到 比較高 高一半 但是不會 影響到你的Walker Load 對 那另外的話 還有Recruiting Job 還有管理的UI 剛剛講的 所以大部分的功能都有 那呃 如果這裡有缺的話 然後你很需要的話 也可以在我們的 report上面提一些需求 對 那我們也會評估來 繼續做這樣子 好 那目前的狀態的話 我們的節點是 在全世界 就是 不是AirGap的環境下 我們有9萬個節點 在使用Longhall 那 主要的版本 大概就是1點多 1.2 X 到1.5X 那目前最新的版本 是1.51 在上上禮拜release的 那1.51 是一個 蠻大的改變 就是我們引路一些 呃 新的Feature 特別在 Performance上面 有非常大的改進 那 大家如果要試的話 可以試試看1.51 對 那 以這個節點的數量 應該是在穩定成長 就是 從 幾年前就開始 不斷的在穩定成長 所以希望 台灣的使用者 也可以多多使用 對 好 那 呃 在Longhall的話 呃整個儲存的話 其實不管什麼樣的儲存 它的儲存 一定都分兩大塊 一個是在 Control Plan 一個在Data Plan 那Control Plan 就顧名思義嘛 它是控制它的 呃 Varant的伸出的邏輯 或是把它 砍掉回收的邏輯之類的 或者對它要做備份的這些邏輯 那Data Plan的話 是真正在 呃 執行這些邏輯 所賦予的任務 所以 呃在介紹 這裡的話 我們 可以看到整個 Longhall的這個 Control Plan 是在 Longhall Manager這個 就是你把這個Longhall 呃 Deploy以後 部署以後 你會看到有兩個 比較重要的兩個part 一個是Longhall Manager part 一個是Instance Manager part 那Longhall Manager part的話 其實就是 去接收這個 CSI Plug-in來的需求 或是從外部的 呃一些API來的需求 或是 Resource的Change 都會 集合到這個Longhall Manager 那Longhall Manager 就會對它做出反應 比如說你要生成一個Varant 那它就幫你生成一個Varant 那生成Varant的話 它就會交由下面的 Incidence Manager來生成 然後database幫你建起來 然後你的Varant就 產生了 或是說你要做備份 那Longhall Manager 就說我要做備份 那真的在執行備份 真的把這個資料 Copy到Cloud去 或是Copy到遠端的report去的 是下面這些邏輯 在Incidence Manager裡面的邏輯 所以如果你在使用上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這裡會有兩個大塊 就是兩個主要的part 在工作 好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對Control Plan 其實沒有太多介紹 就是簡單講一下 但是在今天演講的話 我們比較重要的是這個Data Plan 那Data Plan的話 就是在講整個IO的流程 那在1.50版之前 我們是只有支援V1的Data Engine 那V1的Data Engine 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的這個性能比較差 就等一下你看設計的話 就會發現為什麼它性能差 那在1.50版 我們就引入了一個V2的Data Engine 那現在還是Alpha 就是說 這一個非常初期的 那我們預計在1.56能夠進到 到Experimental 然後到1.5 1.7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進到這個正式版 局約的版本 對 好 那 那 好 那在講V1 在講這個我們新引入的這個V2 Data Engine的話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V1的Data Engine 那 先從這個Valent的Creation 就是Valent開始誕生的那一個 的步驟講好了 就當CoupenAltis 收到一個PVC的請求的時候 他會通知這個Long Home的CSI Plugin 那這個Pugin就會去 要求Long Home Manager create一個Valent 那Long Home Manager 收到這個請求的時候 他就會先去下面這裡 去Incidence Manager跟他講說 你要幫我建這個Rebit Card Process 就 他其實就是Process 那這個Process的話 他就會開下面這個 硬碟上的檔案 那 你今天如果有三個Rebit Card 那我們 Long Home是支援這個HA的 所以你的這個Valent 可以同時有好幾個Rebit Card 所以當你有一個Rebit Card 然後他就要去開一個Disk File 然後另外一個Rebit Card 可能在BNO開一個Risk 開一個Disk File 然後再來的話 等到這個Rebit Card Process 都產生出來以後 就去建立一個這個Engine的Process 那這個Engine Process 它主要就是控管下面的 這兩個Rebit Card 所以當你 這個產生完以後 其實你的Valent 就已經產生出來了 那這樣的Valent 再去給Workload用 所以當Workload有Io下來的時候 就會透過這個Engine Engine收到Io的請求 就會把它灑到這個Rebit Card上面去 所以達到這個HA的功能 所以這個是整個 Long Home Valent Creation的步驟 好 可是這樣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嘛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Io灑下去 所以整個Io的流程就會變這樣子 就比如說 最上面有一個Application 它是在一個Pod裡面 那這個Pod有一個Io的寫入 那寫入的話 它會先經過這個Filesystem 一般我們會把它封面成 EST4或是XFS 然後等它往下寫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它寫到這個SCSI的Layer 然後再往下寫到這個ISCSI 然後透過ISCSI的Portcode 再進到這個Engine 然後Engine 從這個Engine 再往下灑到這個Rebit Card 然後我們用的不是直接寫到硬碟 我們是上面有一個 一個的DISC File 所以這個Rebit Card 最後才寫到這個DISC File 所以整個流程 其實你看下來的話 應該是非常非常融場 就是不是那麼 像以前我們這個 Create一個Filesystem 我們就Create出來以後 就往下寫資料就好了 對融後來講沒有那麼簡單 那中間經過一大串的Portcode以後 才真的進到硬碟 對 所以這樣的問題就 就蠻大 就是說它的IO真的路徑有點太長 然後第二個的話 它的這個前端 就是真的在提供服務的前端 中間有一段是經過ISCSI 那我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儲存 有沒有比較多了解 ISCSI它的設計 其實是針對傳統的這個硬碟來設計的 所以當你現在比較高速的這個NVMe之類的 ISCSI都其實很不夠用 主要是它的這個Single-Q的設計 跟它一些內部的實作有關 所以ISCSI在硬碟上堪用 可是在現在的Storage已經不太夠用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另外的話在後端的這個設計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從這個Controller Engine到這個Rebicca 這個Protocol是我們Rone Home自己寫的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自己寫的Protocol 所以它效率其實也沒有那麼高 然後另外的話後面這個是檔案 然後檔案下面其實下面還有File System 然後才真的Block Device最後才進到硬碟 所以後面還有一大段路 所以這段其實也是一個Overhead 所以整個前端或是後端 其實設計上都不是那麼理想 對一個儲存的產品來說 都不是一個那麼理想 所以 所以 V1的Data Engine長期以來都有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也在嘗試找出比較好的解法 不過目前都還沒有一個非常好的解 所以我們才會引入V2的Data Engine 那V2的Data Engine的話 我們就是引入這個SBDK 就是如果你對儲存比較熟的話 Intel出一個SBDK 那其實它是針對NVMe來設計 那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特點 它是用Polling Mode 就是說傳統我們這個IO寫下去的時候 在Kernel那邊的話 我們是用中段的模式來處理IO 所以中段的模式的話 其實就是比較不會去耗損CPU 不會去吃掉它對CPU 那可是相對的就是它的效率就比較差 那在SBDK的話 它其實會至少用出一個Core 就是CPU Core 然後百分之百的工作 使用量來工作 然後去Polling這個IO有沒有進來 有沒有IO的請求 那如果有的話 它就把這個IO消化掉 所以第一個它是用Polling Mode 那第二個的話 它對記憶體的管理也比較有效率 因為它會有一個這個Huge Memory 它不是用傳統我們的這個Memory管理方式 Kernel的Memory管理方式 它有自己的一套Memory管理方式 所以它在這個Memory的運用上會比較有效率 那第三個的話 它是用了一個這個NVMeOF的Portico 那剛剛有講ISCASY那邊 它的瓶頸是在Single-Q的設計 Single-Thread的設計 可是因為那邊 當然有一些解法 但是ISCASY如果要用到比較進階的解法的話 會變得非常複雜 所以ISCASY這邊的話其實就不是那麼有效率 如果你正常使用下不是那麼有效率 但是在SBDK的話 它用的是這個NVMeOF的Portico 所以它天生就支援Multi-Q Multi-Thread 所以在對NVMeDisk的友善度就非常高 好 好 怎麼啊 就是 你要放這個 好 好 所以整個這個BetaPaste就 就變得不太一樣了 OK 等我一下 好 好 整個Database就 剛剛有點像 但是中間的路徑有點不一樣 就是剛剛我們Application下來 這個 Application有讀或寫的請求 下來的時候 我們會經過FileSystem 這個沒有變 可是剛剛是經過這個Single-C layer 然後ISCASY 但是在這裡就不一樣 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走NVMeTCP 下來 那這個的話它是走這個 把Device的Multi-Q的這個方法進來 然後到這裡的時候 我講 然後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下面的話其實是用SPDK的RAID 這RAID的話是RAID1 所以我們就 我們created了三個相同的RAID卡 就是這三個相同的RAID卡它其實 這個RAID的這個 這邊會把IO撒下來 然後往下寫 那對Local來說其實它就直接往下寫 可是對遠端的話 它走的就不是ISCASY 也不是我們自己寫的這個Portacle 它用的是這個NVMeOF的這個Portacle 所以 不管是中間這個前端的IO 或者是這個後端的IO 它就比較有效率 那另外的話 這個 這個是SPDK的Large Covalent 它用的也不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 Spot File 所以它也不需要再往下寫到FileSystem 然後再寫到下面的BarDevice 所以整個路徑的話就節省非常多 OK 好 那 接下來我們的話就看Benchmark 那從Benchmark來看的話 先講一下Benchmark我們用的是FIO 那如果你在測這個Storage的話 Kubernetes的Storage的話 你可以用KBench 就是我們 其中一個開發者寫的 那 另外的話我們有Baseline Baseline其實就是量單一硬碟的這個Storage的Performance 那用的是LocalPath的Provisioner 那基本上也是 殊舍在維護的 對 那另外的話 這個就是基本的環境 好 用的是一個 用的是NVMe的Disk 好 那量的這個Matrix的話 主要有三個 一個是IOPS 就是我們看一個Storage的話 最重要就是IOPS 然後跟Thrupp 到底一秒鐘能夠寫幾Mega 或多少Byte 那再來的話是Latency Latency有些應用比較不重視 可是有些應用就很重視 比如說對DBA操作Latency就比較重要 那對一些影音傳輸的話 影音傳輸可能有些需要 但有些影音傳輸可能不需要 就是看你的應用來決定哪一個參數比較重要 那Latency的話就是一個IO下去 一個4K的IO下去到你收回來 花多少時間 這是Latency 對 好 那 這個是那個 藍色的話是這個 Baseline 就是如果 以這個IOPS來說 單一硬碟的話 它是9萬IOPS 就是你往下寫 寫資料的時候 它的IOPS是9萬 那在原本的V1 Data Engine的時候 它的這個IOPS 就掉了一半 大概剩下4萬多 但是我們今天引入了V2的話 它的IOPS 可以到8萬 就是已經蠻接近原生的 就是Native的這個效能 然後 這個是單一個Rapica的結果 那如果是三個Rapica的話 V1的Data Engine 它其實更差 但是如果引入我們的這個V2的 Engine的話 它的效能基本上 還不錯 就是也跟Native一樣 然後這個是Random Read 那Random Sequential Read也差不多 然後Random Ride的話 Random Ride的話 其實在Long Home的V1 Engine的時候 不管是單一個Rapica 或是多個Rapica 其實都蠻差的 就是看這個 單一個Rapica 跟多個Rapica都很差 但是在V2的Data Engine 其實表現都還不錯 雖然說 這個三個Rapica的狀況 還是不是很好 但已經比V1的 Engine來的非常 差異非常多 那Sequential Ride也差蠻多的 所以在IOPS的話 V2的Data Engine 其實表現都還蠻優異的 那Dropo的話 在這裡比較沒有比較價值 因為這顆硬碟的這個 最大寫入的這個Dropo大概就在400Mbps 讀也在400Mbps 所以基本上都已經打到Bottleneck 所以這個就不太特別需要看 那Latency的話 就也是差蠻多的 這個是這個Base 9 Latency大概在100個Microsecond左右 以NVMe或是SSD的話 Latency大概都在10到100出頭 或200這樣子的數字 好那這顆硬碟大概在120左右 那在 V1 Data Engine 它的Latency就兩倍多了 但是V2的Data Engine 它的Latency只有多了20Microsecond 然後 一樣在三個Ratency的話 它Latency表現也還不錯 那同樣的在Sequential Write 或是Random Write 或是Sequential Read 效果都不錯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V2的Data Engine 它的效能都 蠻不錯的 而且是可以針對不同的應用 比如說你是低Latency的運用 或是高IoPS的應用都可以蠻符合的 對 對 好 那不過這個是有代價的 就是說 剛剛他講 我們講的是用Poly mode 所以Poly mode的話 就是要犧牲一個CPU code 然後來一直去這個 看有沒有Io寫入的請求 或者是你需要有一個 Dedicated Memory Pool 就是Huge Memory 所以你可能會吃掉 比如說1G的Memory 就專門來為這個V2的Data Engine來工作 或是用掉一個單一的CPU code 來為這個V2的Data Engine工作 所以在比較好的機器上面 當然是可以用V2 Data Engine 但如果你是在H Device 比如說你是在一個 比較差的NAS上面 或是比較差的IoT的Device上面 你當然可以跑Rong Home 可是用V2 Data Engine 就顯得不夠時機 對 因為第一個你的CPU不夠 第二個你的Memory 可能通常就只有5Ema 或是256MA 那這時候就很慘 就基本上還是要回到V1 Data Engine 所以V1 Data Engine 我們有了V2就可以淘汰V1嗎 我的想法是不一定 就是因為在很嚴苛的條件下 或是很嚴苛的這個機器環境裡面 這個V2 Data Engine 其實是不太可行的 所以我們就要回來再看一下 這個V1 Data Engine 真的有那麼糟嗎 或是說我們還可以透過什麼手法來改進它 對 好 所以 這是剛剛講的 就是說在這個 一些比較low spec的環境 或是說在一個 非NVMe的Storage 剛剛的V2 Data Engine 的這個 這個 應用全部都在NVMe 因為它用的是NVMe的一些技術嘛 那如果在V1的話 它就適合這個 它就適合這個Long NVMe的Storage 就比如說硬碟啊 或是比較傳統的SSD 就還是要回到這條路 好 那 有幾個可行的方向 第一個是這個IOU Ring 那IOU Ring的話 在這裡的話要結合這個 User Space的Block Device 就是 剛好在Linus 6.0推出的一個新的技術 就是它把這個Block Device的始作把它搬到User Space 而不是做在這個Kernel Space 那Long Home 你去看剛剛的始作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Long Home的 這個IOU寫入的這個邏輯 大部分都是落在User Space 它其實不是在Kernel Space做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IOU Ring的 跟User SpaceBlock Device來做 那它的做法其實 IOU Ring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Kernel 然後跟它對應的這個User Space Application 那它們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 Space 它可以共用一個Memor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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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Ring 意思就是說我今天有一個Kernel想要 請這個 Application User Space Application做一件事 我可以把這個Memory 跟大家請求放在一個Ring上面 然後這個Application就可以直接去讀這個 Ring上面的這個請求跟Memory 然後做完以後 再去跟另外一個這個Ring 講說我已經做完了 然後Kernel就可以去讀這個Ring上面的資訊 然後就知道它做完了 所以這樣的話就很有效率 我就不用透過這個Memory copy到 從Kernel Space copy到User Space 然後再做完以後再從User Space copy回Kernel Space 它們就可以共用同一個Memory的架構 然後減少這個Memory copy的機會 OK 好所以 以剛剛來講的話 這個 V1 Data Engine它的Io是這樣子寫下來 所以它Application進到File System會有一個Copy 然後 再來的話進到這個ISCASY 然後 進到ISCASY的時候 ISCASY這一段是Initiator 然後另外一段的話是Target 那中間會有一個TCP的Layer 所以這邊有一個 這邊也會有Data Copy 然後再來的話 從這個ISCASY的Target這邊 然後進到我們Longhorn Control 這有個Data Copy 然後再從Controller到Ring Card 又有個Data Copy 所以在傳統的V1 Engine LAN的原因其實 路徑常是一回事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它有太多Data Copy 就是同一個Data 比如說4K下來 就Copy了至少4次 那當然也 還不算後面這些還有Copy 所以 我們的目標 在V1 Data Engine 如果要對它做改善的話 應該是減少這個Copy的量 只要減少一個 大概就可以再增加10%或20%的效率 對 好 那所以這個User Space 或者是 Bot Device 或者是IOU Win 就蠻有好處 就是說它做法其實大概就是 剛剛講的那樣子 就是我們這樣 有一個Application寫下來的時候 往下寫 然後寫到一個Bot Device 就Longhorn的Bot Device 那這個Bot Device 它 它往下寫到Kernel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Memory 或是寫入的請求 把它放在一個Ring上面 然後我們再透過這個IOU RAM的技術 寫一個Server在這邊 然後這個Server 它就會去抓這個Ring上面的請求 那因為它們是共用Memory嘛 所以基本上我也不用Copy 就直接去讀那個Ring上面的這個IOU的請求 跟IOU要寫入的數據 然後再往下丟到這個Longhorn的邏輯 所以前端就不再依賴這個iSCSI的Portico 我們就直接透過這個Kernel跟Space之間的直接互動 然後來降低這個Data Copy 因為剛剛在講這裡會有一大段的Data Copy 對吧 所以這兩個Copy就可以省掉 對 OK 好 所以透過這個比較新的一個User SpaceBot Device 或是IOU的技術的話 我們在這個IoPS大概就提升了180%左右 但也有提升30% 看你的這個行為 就是你的那個Io的行為 然後在頻寬的話也大概增加了70%左右 然後Latency也大概降了30% 所以VRAM的Data Engine其實 在新的Kernel有新的技術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把它持續往前來Push 但剛剛講的是前端 就是在ISCSI這一段的改進 那後端的話我們其實又在想 這個用的是Space File Space File其實就是在User Space寫入 然後在 在後面的話 這個後面還有一段Kernel要處理 就是Io要處理 那我們不要用這個方法是不是有可能 比如說我們把這個抽換掉 換成Device Mapper 就不要再經過這層File System 直接從這裡往下寫到這個Device Mapper 那也許也是一個方法 對 所以 希望之後這個V1也可以跟著 有更多的進步 好 所以 下一步的話我們除了 V2要改進 因為V2現在的話還是非常陽春的版本 就是它只是一個 簡單的Valent 但是它還欠缺了很多Rabicard Rebuilding 然後備份Restore 跟一大堆功能都還沒有 那所以 目前我們主要的還是V1 那V1的話我們還是會 持續讓它成長 就是它的Front End跟Back End 都要繼續的在努力這樣子 好 好 謝謝大家 大家有問題嗎 我想問一個比較基本的問題 就是 Sequential Read跟Random Read 就是它們的差別在哪 OK好 嗯 我們 這裡 應該在Performance的Benchmark 對 沒關係我們先看這個 就是我們在量IoPS的話 我們會是4K 4K寫 對 然後一次灑IoDepth 64 IoDepth 64就是說 我一次灑64個4K的請求下去 然後我就在那裡等 然後等到這個64K做完的時候再收回來 那這64K 那個如果是以Sequential Read的話 或Sequential Write的話 這個4K它可能是0到4K 4K到8K 然後8K到12K對不對 這樣下去 那這個Io往下寫的時候 雖然說它拆成64個 但其實它還是連續的嘛 那到了Kernel那一層的時候 它就對它做合併 就把它在Device那邊 會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再排序合併 然後如果有大的Io的話 它就一次再往下寫 那這樣就很有效率了 雖然說看起來前端沒有效率 可是到後端的時候 它其實做這件事情 所以Io就變得很有效率 那Random的話它可能是0到4K 結果下一個可能是8到12K 然後再下一個可能是32K到40K 所以它的Io基本上不是連續 也不是合併在一起 所以到BotDevice那一層的話 Kernel的BotDevice那一層的時候 它其實就沒有辦法對它做合併 所以對它來說 Io還是一個一個在下 所以對最底層的硬碟來說 那邊的Io其實就沒有大Io跟小Io 它還是小Io 所以這個連續跟不連續 則是Disk上面的position的差別嗎 對 所以這樣跳過的話 它是有哪些的cost嗎 哪些 就是如果我今天從1開始寫 然後我跳到3 那這樣的cost是什麼 對 因為你對它 因為你對一個硬碟協錄 你前面其實還是要有一些準備工作 然後跟一個收尾的工作 這些都是overhead 對 就比如說以一個System Code的角度來講的話 你下60個System Code跟下一個System Code 一定是不一樣的 對 好 謝謝 好 還有沒有朋友要 我大概兩年前有玩過這個專案 然後我覺得整體來說非常優 然後 我剛剛沒有介紹到Dilust的一些機制吧 就是災難復原 因為你們的底層是用Disk去做的 那我想問的是說 一個是跨節點上面會不會有效能上的差異 會 然後另外一個是想問一下 那個 底下是用Disk去做的 所以會不會有那個 操作上面 我們想要去Extend它的那個Disk的時候的一些機制的問題 或是說它加掛的話會怎麼做 OK 好 那對 呃 跨節點的話效能一定會比你比較差 因為它現在正在一個節點 然後你的 假設Enchant在第二個節點 所以你Io寫下來的時候 假設你有三個RAM卡的話 它會同時寫到三個RAM卡 所以它等到三個RAM卡都寫完的時候 才會跟你講說 它會跟Enchant兩個Win寫完 然後Enchant還會跟上面的那個Enchant兩個Win寫完 對 所以你這個很快 Local的寫得很快 可是跨節點的話就寫得很慢 所以當我們有看過User是畫了 畫了滿大的一個區域 所以它Io會變得很慢 所以在Local的使用上 我們盡量還是讓它的節點靠近一點 然後因為它這個特性 就跨節點的特性 我們還是希望你的這個 一節點跟節點之間的連線是用Tanky以上的網卡來做 對 所以會比較 會有問題 對 然後另外的話你是講 就是這個Disc 就是我們伸出PVC的時候 那個Disc的容量是固定的 那我們有辦法做Extend 可以 現在那個1.4 可以做那個Online Expansion Online Expansion 對 所以 也不需要去把這個Workload填掉 對 在傳統之前 1.4之前的話 你需要把這個Workload把它填掉Code上 然後再做Online Expansion 然後做來源之後再Code上 那Io會通斷 但是在1.4之前也不需要 好 好 我有朋友要 對 我要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看剛才 就是前面的架構圖 你的ControlPlan它是Single Point 那這樣會不會 如果有問題的話 那就整個全部死掉了 嗯 OK ControlPlan它其實 它每一個節點上面都有一個Part 對 那 所以它也不是一個Single Point的架構 那ControlPlan的話 嗯 嗯 嗯 真的在管理Io的是這個Incidence Manager 所以Incidence Manager 的確假設我這個節點的Incidence Manager 被你入盤 或是說這個節點發生什麼事 那 的確它的Io就掛了 對 可是這個也沒有辦法 因為同一個節點吧 嗯 對 目前沒有比較好的做法 對 對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剛才說就是 那個就是 就是Long Home Manager 是每一個Node裡面都會有一個嗎 是 是這樣嗎 嗯 這個是Long Home Manager Part 然後這是Incidence Manager Part 然後Incidence Manager Part 負責整個Io的問題 對 就是說 呃 假設我Play個Varland 在這裡 Play個Varland 就是Long Home Manager Play個Varland 它這個Varland 它就會幫這個Varland 去 去建這個Revatar Process 然後再建這個Incidence Process 然後這兩種就會 變成這個 Engine其實 Engine其實是一個 類似名詞的東西 真正在工作的 是那一個 Engine 那個Revatar Process 其實我是想問那個Manager 掛掉的時候 會 會怎麼Recover 喔 對 如果你把它砍掉的話 其實也不會發生什麼事 它其實就會自己在Revatar 然後 然後 它會去看你的CR上面 有哪些 State的組織 還沒有做完的 或是說 跟它的State是Match的 它會重新在Use 喔 所以它本身是沒有保持那個State的嗎 你說 Manager 它全部都是看那個 Match的CR 喔喔喔 好 好 謝謝 呃 好 看大家沒有什麼問題 欸 不好意思 有兩個問題 就是 那個V1跟V2的CPU的那個 overhead是有差異嗎 有 因為 因為在V2的Data Engine的話 它其實用的是SPDK 架構 嗯 那SPDK 基本上就是一定要至少一個CPU的Code 去掛取這個 把Device的Io的星球 喔 所以就是V2的 overhead會比V1還要高 非常大 對 差很多 因為我們 我們我們自己有一個production的那個cluster 好像是V1 就是有新進一個SSD array 就想說測試看看 還沒有測試 對 可以 我 我好像寫一個 我有寫一個文件在那個 Long Hong的官方網站 然後 你可以翻到那個V2的 1.51版 然後V2Data Engine的選項 然後上面有一步一步教你怎麼做 但是目前的話 就還是比較用的普達選擇環境 對 喔 還好第二個 呃 也應該先講 好 謝謝 嗯 沒有 好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 喔 好 這個 好 謝謝 喔 抱歉我有點轉換不過來 對 感謝大家 對 抱歉我有點轉換不過來 好 那我們這個 下一場議場是 議程是那個 這個 我們會邀請韓國獎者來幫忙做分享 那 歡迎大家待會兒 記得要回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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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